现在技术高不高 这不就在家里做了这么点水啊 全城都是米红枝啊 米红枝啊 我钉的真准啊 这一趟这是十亩地啊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现代化农民的工作 你家是打多少亩地这 一百多亩地啊 小田是我们丹东风筝洪启镇的一位农民 别人年纪不大 家里种着上百亩的地 并且家里也有有像收割剂 播种剂等等这样各种打型器械 而且他自己可以熟练地去操作 今天他的工作是要用一下午的时间 给一百七十亩的这个玉米地呢 打出草剂 连续一一天呢 这草都起来了 这还挺好 赶紧点打油 再过两天好年儿暴米 这一边 一百多亩地 这是小田今年新买的打药物跟机 花掉了他五万多元 在对地块进行全方位的测量和设置之后呢 无人机可以实现智能操作 这下面积挺大呀 没起飞一次可以打药十亩地 用时五六分钟 无人机在玉米地上方穿梭作业 这也吸引到了周围大爷大妈们的目光 他们也是比较好奇和兴奋 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小田的无人机旁边 要看一个究竟 哎呀妈呀 这技术干不干 这不在这里都做了这么点事啊 嗯 现在说没有拿丑多产地的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用手 随手 一样还是那也用 嗯 就这玩意起来打啊 啊 这不底下背的水啊 这什么 然后怎么 这这这这下 要打的什么时候 一股嘴上打十亩地行 啊 啊 妈呀 所以你就找着哪种是哪种了 啊 他都摄理好了 怎么去怎么回来 怎么去 到哪个地方没有药了 就回来了 哈哈哈 你看外面小 这技术 这技术可不行 是不是啊 啊 高科技 高科技 太厉害了 妈呀 你去安静 安静好几下这么一大天 你也能打吗 那还行 啊 那行 大明天也不能 哎呀 咱们就咱国内就都练一会 咱俩 大熊 被子干什么 啊 最早那这是产地 现在都能小喷口气自己打哈 啊 现在有这玩意儿了 咱俩有第二天 就第二天打一波 你打药有个药 都不行啊 都我打药 一份 一份打不够 都打药就完了 放笔 打放笔 要是两碗 你妈呀好看 没谈你我 哈哈 好看 好看 做笔也是你那种的 哎呀妈呀 做完了咱修这个笔 做完了 你头的地做完了 啊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 用那个大型那个不动几步 更的地 一瞅之后 确实没冷 做完之后咱们附近的 大一大王来一瞅 我这个不下干吗 地也没有拢了 我玩的吗 现在来的时候 哎呀这地动的行啊 挺好啊 出的特别齐啊 相信科学 现代化农民 现代化干法 我说飞机打药 这飞机什么 什么飞机 就解决叫飞机 嗯 人民鞋子这么快就到咱家门口了啊 嗯 嗯 两边 两边 躲活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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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多我也有的是啊 是不是还得相应科学啊 哥们这块地呢 它是用的这个锅中机啊 大型那锅中机来种的 当时种完之后呢 当这些大爷大妈看了之后 都觉得不靠谱 这地都霸了平了 看到现在包米之后呢 他们也觉得服气了 尤其是大妈啊 看到这个无人机打药之后 直虎啊 反而多活两年啊 以后可能还会有更险进的一些设备